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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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的话 为什么在力学第二地 你会有这个 不能比U是等0的时候 不能把所有的比Q 方便成比达0呢 因为你一个是order 一个是disorder的部分 那就为了要把这个东西 那order and disorder 其实是你的一个气体里面 那气体的分子在运动 是一个围观的特性 不是聚观的特性 那我们刚刚在这边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还是回到这里 就是你的热量 在这个温度底下的热量 也就是这个关系式 在温度肌底下的energy 你如果是用这个heat 来表示的话 那对卡路形状来讲的话 T1 Q1 就等于T2 Q2 但是他说 对这个卡路形状来讲的话 不管你是冷晶 或者是热晶的部分 就是冷晶或者是热晶的部分 这个观念 从第一个temperature 到第二个temperature 这个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是为止定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希望说 如果在卡路形状来讲 可以看到这整个系统里面 T1 T1 将T負的Q負 他是等于 为什么 因为其实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QH的部分跟QC 一个是正的 input跟一个是output 所以如果 如果我有一个过程 那两条等温线出来 ok 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选非常多的解热过程 而且这个密度是很密的 然后每一个呢 都是一个什么 一个com cycle 好的 所以你对于 这每一个循环 他都遵守这个关系 那我们可以从A点 到V点的部分 你经过了A1 A2 A3 很多个 然后到V点来 那这个整个循环 的情况之下 是无穷多个com cycle 也把它组成 那换句话说 你每一个循环里面 都是connel cycle 那这个都是等于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servation t分之q 它是等于 对不对 我可以每一个都是一个connel cycle ok 那你把你每一个的t分之q 它通常是等于 由于我们这个许的 已经密度是非常小 所以每一个的热量的变化 都是很小 我们把这个q 就叫做dq 那因为你把它调成dq以后 那其实这个summation的符号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7分符号的方式 那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想要是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t分之底q 这个东西是 我们把它定义 定义是什么呢 定义就是bs 换句话说 有一个物理量 跟t分之底q是相关的 这个物理量 我们就叫做entrance ok 这个叫做stuff 那这个物理量 也是在告诉你 我说我有一个系统 p分之底q 换句话说 这整个系统 如果是一个循环 可逆的循环 这个循环你看到了是 我们刚刚讲 这个循环是 不只是可以这样子来走 也可以反过来来走 所以对方塞古来讲 这是一个可逆的循环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 ok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可逆循环 那对于这个可逆循环来讲的话 他total的这个值 就变成是铝的 好 那反过来我们 我们要讲的 这个q的部分 其实q是一个state function 他是一个状态函数 所以s呢 他也是一个状态函数 那我们看到我们说 这是我们说 我们这个是一个可逆的系统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就要说 对于这个可逆系统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说 从a点 不管你怎么走 走b走c 然后再回到b再回过来 这是一个可逆循环的话 那从a到c 你可以经过b 你也可以从c 经过b到a 这是total的一个整个训统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是等于 不然就他说 如果你这个是等于0的话 我们说pq ds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从a点到c点的部分 经过b点 就等负的从cd到a 换句话说你把负号把它移过来 就变成从a点到c点 但是他是等于经过呢 他是经过了b点到c点 换句话讲 我说我从a到c 我是经过这个路径过来的 跟我经过底下这个路径过来的 这是路径1这是路径2 他其实是一样的 他的n手笔是一样的 这是路径1这是路径2 所以我们说对一个可逆径团来讲的话 基本上面这个entropy是跟他你怎么走的路径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可以去计算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cone cycle来讲 对他的entropy的部分他是等于的 好 那变化是等于的 但是乐力学第二病例告诉你 基本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可逆的循环是不太容易的 比如我们刚刚也讲的 如果有一个engine 他的efficiency是跟time cycle一样好的 所以理论上面整个乐力学在走的方向 是ds会大于整个0的情况 也就是说从a点到b点 a点到b点到回来 你走一圈 整个路径循环 他会大一点 他就要说你的 你从a点然后 到你做了所有的这个可能的工作以后 回到原点的时候 你的entropy只会增加 不会增长 就跟刚刚我们讲的 道指的力道 不够把它弄在一起以后 然后你的entropy是增加的 因为他的乱度是增加的 那你再把这个豆子 要把它回复到什么 原来一杯利豆一杯红豆 你必须要给他供进去 所以基本上你从1到2 这样子的路径 几乎是1到2是什么 是如果s1和s2 s1是小于s2 那这个路径 这个entropy比较大 乱度比较大 你可以自然而然的过 那如果这个乱度 比s2这个大S1的话 这个不是自然可以挖手 这个就像红豆 利豆 这一个呢 就像红豆加利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 你要把红豆跟利豆 变成红豆跟利豆分开来 不是自然可以挖手 但是红豆加利豆 然后很自然就倒下去 它就自然滑了 是红豆加利豆 就会这样一起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这边过来是很容易过来 这边过去不能过去 那基本上这整个的情况 它是大等于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 污染自然界的所有的病 全部通通是说 往disorder的方向去 你就是世界上只有 越来越昏观 不会越来越有次序去 这是热力学第二病 告诉你的 那实际上一个人为的行为 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在期待说 我们要有次序性 那我们在维持的是这个部分 希望变成有次 但是这个行为 比这个行为来的什么 容易的多了 这是人类科学方面 但是在物理方面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基本上面就是 你entropy 你所有的自然界的定理 全部往entropy 这个增加的方向在走 这也是这个定理 第二定理能够告诉你的 那我们就提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这一章里面 最后一个例子 来算一下我们entropy的部分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为什么要举一下 他在我们之前 已经都看过 我说这是一个Gas 这是真空 然后呢 这是一个佛模 非常普通的墨 非常普通的墨 那我们把这个墨 试过以后 全部把它变成Gas 这是一个非常短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叫做 这是一个过程是 Green Expansion 的过程 那在这个Green Expansion 的过程里面 这样子过来是什么 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你要从它变成它 就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S2大于S1 这个这边过来 完全非常漂亮的就很快过来 那对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你看它的这个Entropy 的这个变化 那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不是可逆的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把 它又回到这里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 那我们只有用一个呢 用一个可逆过程去模拟它 那我们把它用一个可逆过程 这个不可逆过程 我们用一个可逆过程来 模拟它 模拟它 那这个可逆过程呢 我们就是一个 我们说 最简单你可以去寻找的 就是我们的等温过程 那我们看到 如果你现在用等温过程 来模拟它的部分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 Carnal Cycle 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 Carnal Step 跟Initial Step 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Entropy 就是把它写成 T Initial Step 和 Final Step 的过程 那因为你是等温过程 所以等温过程里面最简单的 因为你的DU 是等温 所以DU 是等温 DU 等温 DU 是等温过程 所以我们R 等温 那由于我们在这个Bling Expansion 你现在是一个等温过程 所以T 呢 是一个Constant 你也可以把它提到外面 那P 那P 因为 是等于V 分之 NRT 所以你把它带进来 所以这个就变成T 分之 V 分之 NRT OK 那V 外 膨胀到V 部 那T T消掉就等于NR Log V 2 比V 1 换句话说 像我们这个Place的话 V 2 是等于两倍的V 1 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马上可以看出来 你就马上可以看出来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S F-SI 就等于NR Log 等于2 这是一个大一的分子 OK 你现在可以马上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大一的分子 也就是 在S2-S1 带领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系统是可以 直接就过到热骨胀过来的情况 那很多的系统 可以去算你的Entry 那因为你可能通通是一个 Device for 的这个过程 所以 基本上面你就要用一个 这个Revice for 的过程 去模拟它 模拟这个Revice for 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去模拟它 并不代表它就是 The thermal expansion 的这个 这个等效的过程 只是你去模拟它而已 因为我们看到 如果你是一个可命系统的话 你是从A 路径跟B 路径是没关系 我们只是去模拟它而已 期待的是 这个不可力过程是 我们不管它的路径 那只是去模拟 它的Final State 跟Initial State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 在讲Entropy 的时候 举一个这个简单的例子 来计算它的Entropy 那你们以后到热力学 你会发现这个Entropy 整个是可以 利用这里面就是可以 解成N R log Omega 那这Omega 对应的就是 它的Disorder 的程度 这是一个Order 的程度的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不讲它了 你们以后热力学 还会再去学法 好